准备两根大白萝卜 这个时候的萝卜非常的便宜 今天我们做萝卜丸子 很多人做萝卜丸子的时候 只会加面粉和淀粉 今天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先将萝卜的外皮给修掉 然后去掉头尾 因为萝卜生长在土中 就像土豆和红薯 水最好去一下它的外皮 然后将萝卜擦成细丝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然后用手给它拌匀 这样可以撒一下它的水去掉辣味 大概15分钟左右 准备一节大葱 先将它切成细丝 然后将它切成末 将切好的葱末放进盘子里面备用 萝卜已经腌制好了 看一下出了很多的水 放在手心撞干它的水分 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将它切一下 切碎一点 将切好的萝卜碎 放进大盆里面 然后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丸子 会更加的蓬松 加入葱末 再来给它调味 加入生抽 蚝油 再来一点五香粉 或者是花椒粉都可以 关键时刻来了 加入100克的面包糠 150克的白面粉 然后加入一些食用油 加油可以让丸子更加的酥脆 用筷子 先将它们拌匀 然后用手给它捏一捏 像这种能够轻松成团 就可以了 两种做法 用虎口挤出丸子 这种方法比较快 两手搓一搓 搓好之后放一旁 这样的话丸子会更加的圆韵 油温大概五成热的时候下锅 一次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用筷子时不时的翻动一下 保持小火来炸制 看到锅里的丸子 慢慢的会变成金黄色 因为先后下入丸子 所以颜色会不同 先用筷子将颜色深一点的 给它夹出来 因为萝卜丸子比较好熟透 所以炸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再来复炸 只要炸制颜色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颜值超高的萝卜丸子 就做好了 因为加了面包糠的缘故 所以这样做好的萝卜丸子 会更加的酥脆 丸子里面没有吸上一点油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萝卜吃起来非常的清甜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这种做法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宇 拜拜